提到低端固态 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是垃圾黑片颗粒抽奖? 还是一旦出缓秒变大号U盘? 讲真 大家都知道低端固态不好 但是到底哪里不好? 除了速度和安全这种模糊的概念以外 好像也说不出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一个在跑分中很差的硬盘 在实际使用中到底会比高端硬盘慢多少? 能不能凑合用呢? 为了彻底搞清楚入门和高端SSD 在真实使用条件下的区别 这次我自费购买了三块不同定位的硬盘 测试了这么多场景下它的实际表现 希望大家能给我们点个免费的赞 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介绍一下选手和测试环境 容量方面我们选择了512G 至于为什么不用性价比更高的1T 主要是因为性能弱的盘在小容量下更容易体现出差异 而且512G也是前几年的主流配置 有大量的存量用户 型号方面高端固态我们选择了P44 Pro 它是海力士收购Intel固态业务后成立的自主品牌 这块硬盘标称速度能跑到PCIe 4.0x4 还有独立缓存 算得上是大众眼中的一线大厂顶级固态 入门固态这里我们本来想选一些大家熟悉的产品 但是又觉得不够入门 所以最后我们买了一款金泰克的速虎TP3000 这块盘的售价还不到P44 Pro的一半 标称速度只有PCIe 3.0x2左右 无外置缓存 采用了某不知名的高速3D颗粒 低端固态的要素都被它集齐了 应该能反映入门级的产品 尤其是淘宝整机的一般水平 最后考虑到2.5T Theta盘还是有一定受众的 我们也带上了一块英锐达的MX500 它应该算是Theta盘里中等偏上的水平了 通过比较它和另外两块固态的成绩 就可以推测出从Theta升级到NVMe时 实际的体验提升到底能有多大 测试平台方面 为了减少其他硬件造成的瓶颈 本次选用了一个相对高配的材式机平台 而且给两块M.2的硬盘都加装了散热片 内存则是根据不同的测试项目选择了两套 原因我们后面细说 除了空盘状态下 我们还测试了将近满盘状态下的成绩 更贴近实际使用的情况 好了 在实际应用测试前 先来看一下理论跑分 首先是Crystal Disk Mark EGB的小文件测试 MX500受限于Theta总线的速率 顺序读写最高也只能跑到500多Mbps 随机读写也是最低的 4K QETE的读取不到40Mbps 然后是金泰克TP3000 作为入门级的PCIe 3.0硬盘 它的速度确实比MX500快不少 不过这个写入速度离标称值好像有点远 而且它在混合读写下 成绩掉的有点多 这可能预示着这块盘在复杂工况下的表现一般 最后是作为旗舰盘的P44 Pro 成绩不出意外的遥遥领先 其实512GB还不是满血半 不过用来测试应该足够了 然后我们再把测试文件增加到64G 在加大了压力的情况下 三块盘的速度都略有下降 其中金泰克TP3000的随机读写速度下降的比较多 总体来说还算符合预期 接着我们把它们都填满到85%的容量 模拟一下接近满盘时的情况 MX500的表现非常的稳定 变化很小 TP3000在4K读取上有较大的降幅 P44 Pro则在混合读写中有比较明显的下滑 最后是满盘加上64G的高压测试 三块盘都有一定的调速 MX500还算稳健 而TP3000则是直接被打回原形了 读取还不到400 写入只有两位数了 跟空盘的时候简直判入两盘 这个成绩连好一点的U盘都不如了 至于P44 Pro主要是写入速度有比较大的下滑 其他项目则相对可控 CDM的成绩看完再来跑一个HD turn 看看缓存的情况 100G的文件测试 MX500前32G能稳定在将近500Mbps 出缓后降为400 然后进入边回收边写入的状态 写速约320Mbps 满盘状态下缓存容量和速度变化不大 TP3000在空盘状态下模拟SLC缓存非常大 我们不得不跑了150G的测试 它在前110G都保持着1300Mbps的写速 然后短暂挣扎了一下就直接掉到100Mbps以下了 这个……也不意外啊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么暴力的写入之后 它的读取速度也会受影响 在一开始只有300Mbps 而接近满盘下的成绩就有点难看了 SLC缓存降到只有25G 写完也是暴跌到100Mbps以下 然后读取速度也不太行 P44 Pro的情况有些特殊 它的速度是很快的 空盘下SLC Cache将近100G 出缓也有700左右的写速 不过成绩似乎不是很稳 有很多锯齿 满盘状态下缓存会缩减到13G左右 速度则是没什么变化 总的来看 这三块硬盘的理论性能差距确实很大 P44 Pro算是第一梯队的高性能固态 MX500的速度稳定 但是受限于SETA带宽上限很低 TP3000空盘时还能有入门级PCIe固态的水平 但是压力一大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那么跑分钟如此悬殊的三块硬盘 在实际使用中体验到底有多大区别呢? 下面进入应用测试 我们从机械盘换到固态的时候 奇感差距最明显的就是相差好几倍的开机速度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开机时间的测试 采用WIN11纯净版系统 然后装上微信、QQ、WPS、Steam等常用软件 并设置开机启动 记录多次开机的平均时间 注意啊 这里只是为了测试 绝对不是建议大家设置这么多启动相 结果嘛 P44 Pro毫无疑问是最快的 而TP3000比P44 Pro慢了10秒 这个差距比我们预想的要大一些 估计是启动相过多带来的差距 MX500如期垫底 不过相比TP3000差的也不多 用了54秒 相比机械硬盘动不动3分钟以上 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在测试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MX500的开机时间波动很大 另外两框硬盘最多也就相差2秒 而MX500最快和最慢的一次开机 相差了足足14秒 这也导致我们不得不重复测了10次 才得出一个相对有代表性的平均值 在接近满盘的情况下 三块硬盘的开机时间基本没有变化 TP3000甚至还快了一秒 可能是随机波动导致的 总之 硬盘的剩余容量对于开机速度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除了开机时间外 平时最容易遇到硬盘瓶颈的就是文件对口的场景了 也就是复制粘贴 这也是商家在宣传时最喜欢用的测试 我们先来看单个大文件的对口 使用一个48G的压缩包进行写入 空盘状态下三位选手都跑在缓存内 结果MX500需要2分钟 TP3000花了37秒 P44 Pro则是只需要12秒 几乎瞬间完成 三者成绩与前面的理论跑分速度相近 不过到了接近满盘的时候 情况就变得大相径庭了 首先是这个TP3000 竟然花了快7分钟才烤完 平均速度连空盘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实际测试时可以看到 这块盘在初缓之后 直接掉到了60Mbps的水平 这速度还不如机械硬盘呢 连Q2C也不过如此了吧 P44 Pro在初缓后速度也慢了不少 不过还有700Mbps左右 实际耗时延长到了50秒 MX500依旧稳如老狗 虽然不快 但是成绩相比空盘时没什么变化 除了压缩包这种单个大文件以外 多个小文件对考也是平时经常会遇到的场景之一 这里我们用一个解压后的Stable Diffusion整合包来测试 其中包含了大量只有几KB的零碎文件 这次对考的速度明显比前面慢很多 即使是最快的P44 Pro也是经常掉到个位数 这个场景下三块硬盘的差距就缩小了很多 MX500和最快的P44 Pro也就差了不到10秒 考虑到P44 Pro无论是顺序还是随机写入 都是MX500的好几倍 我估计这里的瓶颈应该主要是在对考盘980 Pro的读取速度上 而TP3000的表现就比较离谱了 竟然比MX500还要慢一些啊 要知道这可是空盘状态啊 TP3000根本就不会出缓 而且各项跑分明明都是碾压MX500的 在接近满盘时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三者都有小幅度的降速 排名则没有变化 总的来说 如果你经常拷贝大文件的话 那高端的固态确实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过如果是小文件的话 差距就不那么明显了 而且这里还需要考虑一个接口瓶颈的问题 在实际使用中 直接在电脑内的硬盘间对考是比较少的 更多的时候是外接移动硬盘 或者在NAS服务器之间拷文件 那么问题来了 目前最常见的USB3.2 5G速率的接口 实际速度也就400多M 10G的900M 2.5G的网口则是300M 除非是TP3000这种缓外掉成渣渣的硬盘 否则大多数情况下 瓶颈都在外部接口上 当然 如果你是全套雷电设备的大佬 当我没说啊 考完了文件 我们再来一些轻松愉快的项目吧 测一下游戏加载的时间 这里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进入游戏主界面的时间 另一个是加载存档读图的时间 首先是刺客信条换紧 从启动游戏开始 疯狂按空格键跳过动画 结果三块硬盘的速度竟然出现了倒挂 TP3000成了最快的 MX500其次 P44 Pro反而垫底了 不过三者的差距实在是非常小 没什么影响 在接近满盘的情况下 MX500会有一个稍微明显的下滑 而TP3000和P44 Pro则是几乎一致 根本用不出区别 在存档加载方面 空盘下是P44 Pro大于TP3000大于MX500 但是最多也只相差了1秒 满盘下差距拉开到2秒 只能算是勉强可以感知 另外 我们测试的都是进游戏后首次加载存档的时间 如果是多次加载 那还会有缓存发挥作用 三块盘的差距会更小 下面我们换一个游戏 地平线5 在游戏启动方面 可能是由于不可跳过的动画太多 三块硬盘的启动时间几乎没有区别 只有在接近满盘的情况下 MX500才会稍微慢一些些 存档加载则稍微拉开了一些差距 空盘下依旧是TP3000最快 P44 Pro其次 最快和最慢相差2秒 满盘下的MX500和TP3000都有所掉速 P44 Pro成了加载最快的 不过 不管怎么测 这三块硬盘在游戏加载方面都拉不开质的差距 我知道很多观众囤硬盘就是为了能够多装几款大型游戏 这个结果某种程度上算是个好消息吧 如果只是为了当游戏库使用 那买个入门的或是主流价位的硬盘就完全够用了 众所周知 游戏加载几乎是一个纯读取的场景 写入非常少 那么有没有哪些既要读取又要大量写入的场景呢? 其实 文件解压缩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平时可能不太留意解压的时间 但实测这个场景下硬盘平静往往非常明显 我们就用前面拷贝的48G压缩包进行测试 空盘状态下 Theta速率的MX500明显要比两块PCIe的硬盘慢了一大截 花了快6分钟才解压完 而PC4 Pro虽然依旧比TP3000快 但是领先幅度比前面大文件拷贝时小了很多 估计是在PCIe 4.0的速度下 CPU和内存变成了更主要的平静了 而到了满盘的时候情况再度反转 TP3000变成了垫底 而且所花时间比MX500长了将近一倍啊 原因主要还是暴缓存之后写入太低了 从第三分钟开始写入速度就只有5、6、10 而且TP3000在解压时的占用也比另外两块硬盘高 几乎一直是100%感觉已经不堪重负了 另外两块硬盘MX500的成绩基本没有变化 虽然慢了点但是很稳 P44 Pro增加了50%的时长还算可以接受 总之如果你的工作经常会遇到文件解压的情况 那一块高速稳定的硬盘还是能提升不少效率的 既然提到工作用途了 修图和简视频的内容我们也得测一下 首先是Photoshop 我们使用了NASA发布的88亿像素银河图进行打开测试 光是这个工程文件就有足足24个G啊 结果确实和硬盘性能强相关 MX500需要花一分钟才能打开 TP3000需要21秒 而P44 Pro仅需14秒 满盘状态下MX500基本不变 TP3000延长了13.4秒 P44 Pro表现依旧稳健 只延长了1.4秒 接下来是视频方面的测试 这里我们使用了往期的一个大型工程文件进行打开 由于结果存在一定随机性 所以这一项也是采用了5次平均值的方法 结果三块硬盘虽然有区别 但是差距并不大 最快的P44 Pro相比最慢的MX500也只是快了不到7秒 满盘的情况也类似 三块盘的差距也就3-4秒 而且相比空盘变化都不大 测试过程中我们还发现 在拖动时间轴的时候 硬盘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动作 理论上来说 硬盘速度和流畅度是有关系的 但是在这个场景很难进行准确的测量 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中 三块盘没有明显区别 其实 如果你真要做比较重度的内容创作 那与硬盘相比 其他硬件反而更容易出现瓶颈 在前面的测试中 我们使用的都是32GB内存 但到了PS4和PR这里 32GB内存会直接爆满 不得不换上64G才能跑出硬盘的差距 其实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在我们使用时 往往是把硬盘里的数据读取到内存中 所以硬盘需求高的场景一般是对内存需求也高的 搭配的时候就必须平衡着来 否则木桶效应就会很明显 好了 测试了这么多的数据 终于可以对开头的那个问题做一个相对准确的回答了 在实测中 三块硬盘的表现差距最大的项目分别是 大文件拷贝 压缩包解压和PS大型工程文件打开 如果你对于这种连续大容量读写的情况有需求 那么多花点钱升级硬盘确实值得 而小文件写入 开机速度 视频工程打开 则属于有一点提升但不多的情况 如果预算足够那确实可以买高端一点的型号 但预算不足的时候就别逞强了 不过捡视频可能是个特殊情况 毕竟有烤素材的需求嘛 还是需要保留一点底线的 至于游戏加载嘛 只能说硬盘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小了 除非你的其他配置已经拉到顶了 否则没有必要出于游戏的用途在硬盘上多花钱 其实 除了前面展示的数据以外 我们还测试了一些其他的项目 比如软件安装时间 大型Excel表格打开等等 但是这些场景要么是随机性太强 要么是根本测不出区别 从机型硬盘换到固态硬盘以后 硬盘在实际体验上的提升就遇到了瓶颈 在大多数情况下 顶级和入门的固态真的用不出明显的差距 所以我建议 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 买一些主流级别速度的硬盘就完全够用了 在选购时 主要是注意避免两个坑 一个是采用各种来路不明颗粒和不稳定固件的硬盘 这种盘主要是数据安全的隐患比较大 光是在我的同事里就有好几个掉盘的情况了 二是像本期TP3000这种缓慢性能过于孱弱的盘 在一些项目里甚至跑不过Theta速率的MX500了 根据我这么多年测电脑的经验 选择一线大厂 主流级别的 经历过时间检验的PCIe 3.0的型号 就基本可以避开上面的坑 满足90%以上的需求了 省下的钱可以升级一下其他更要紧的配置 换个趁手的外设 或者跟小伙伴们出去吃顿好的 获得的效用都要比升级旗舰盘要高得多啊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期真的花费了我们很多的测试功夫啊 光是重复测试和逐针记录时间就花了将近两个星期啊 所以说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能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下我们 这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比拔屏测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叫做买本性得 包住电脑小白 这是比拔屏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